妹妹,你告诉我,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轻一块紫一块的? 大哥,这,这是你妹夫和我的婆婆打的 说完,妹妹就哭了起来 他们还是人嘛,今天要不是我来看你,还不知道他们这么混蛋 你现在还坐了月子,他们竟然敢动手打你 妹妹,你跟我说说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动手打你? 你放心,今天哥哥来了,一定为你做主 我刚生完孩子,现在正在坐月子,我的婆婆天天给我吃剩饭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婆婆说我挑三拣四,故意刁难她 我当时跟婆婆说,现在天天吃剩饭,奶水都不足了 孩子现在吃不饱,经常饿得哇哇大哭 可是我婆婆,她不但不听,还骂我 说我拿孩子说事,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顶了她两句,结果她上来就给我两个大嘴巴 我当时都猛了,就顺手推了她一下 这死老太婆也太可恨了,你现在坐着月子,她都敢这样对你 等将来出月子了,还得了 再说了,坐月子本身就要补充营养,营养要是跟上,孩子才有吃的 可是我的婆婆根本就不听,天天都在鸡蛋里面挑石头 总是挑我的毛病,后来我老公下班回到家 婆婆就添油加醋,跟我老公告状 说我目无尊长,没有教养,不知道孝顺婆婆 还动手把她推在地上,老公也不听我的解释 直接就动手打了我 你的脸都肿成这样,难道小凡连问都没问发生了什么事 就只听她妈妈的一面之词吗 她一向都听她妈的话,她妈说什么,她就信什么 根本就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她妈让她收拾我 她就直接上床,按着我就打 我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本来身体就很虚弱 伤口也没有恢复好,哪里是她的对手 只能任凭她打骂,没有还手的余地 说完哥哥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去质问妹妹的婆婆 你个死老太婆,我妹妹可是刚给你们家伸完孩子,现在还在坐月子呢 她到底犯了多大的错,你们竟然下争了狠的手打她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不看看你妹是个什么东西 以为她是千金大小姐吗 超三减四不知好歹,竟然还敢给我顶嘴 结果我就打了她几巴掌,想让她长点记性 她竟然推我一下,直接把我推倒在地上 我血压都气得立马就飙上来了 哪有这样做儿媳妇的,竟然还给长辈动手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妹妹现在还在坐月子呢 难道你不知道坐月子期间产妇不能生气吗 我妹妹就是推你一下,你让我看你哪里受伤了 你竟然还敢动手打她 我没有受伤,要是真的让我受伤的话 我就让我儿子打死她 这次我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 让她知道在这个家谁说了算 你这个老太婆真够可恶的 当时我妈说要来照顾我妹坐月子 你非说我妹是你家的大功臣 为你加上了个大胖孙子 说你要亲自照顾我妹坐月子 你难道就是这样照顾我妹妹坐月子的吗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们家的大功臣吗 行了,你别在这给我废话了 这多大的事,你妹就是太矫情了 这么点小事还给你告状 你这个死老太婆,你脸皮真够厚的 你当初坐月子的时候,你婆婆也是这样对你的吗 我妹妹在我们家长那么大 我们家人都不舍得动她一根汗毛 吓到你们家才多久 你们母子竟然联合一起把我妹妹给打了 是你妹妹没有教养 我只是打了她几个耳光 简单教训一下,能有多大点事 你这个老太婆,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时我说吃得不好 所以才导致奶水不足 你上来就打我几巴掌 你说你就轻轻打的 如果是轻轻打我的 我的脸至于现在还肿吗 我气不过,才推了你一下 你倒好,添油加醋给你儿子说 我把你推在地上,把你的血压都气高了 你让你儿子用臭袜子堵我的嘴 然后就开始对我进行殴打 你这个没教养的女人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早就想收拾你了 所以故意这样给我儿子说的 让儿子替我收拾收拾你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怎么尊重和孝顺老人 我就是让你明白 在这个家里到底是谁说了算 在我儿子眼里 我这个妈比你这个老婆重要多了 哥哥看到老太婆这么瞒不讲理 上去就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子 既然你说你在你儿子心里很重要 那我今天就看看你儿子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居然敢打我 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看我儿子不打死你 你的胆子太大了 来到我家里还敢对我动手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放心好了 我就站在这里 等你儿子回来收拾我 此时此刻 妹妹的心里非常着急 毕竟这是婆婆家的底盘 很担心自己的哥哥会吃亏 于是说的 哥 你赶紧走吧 别把事情闹大了 到时候让外人看见笑话 这事就这样算了吧 我认了 妹妹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不走 如果我走了 到时候你肯定要被欺负 再说了 这是咱家有理 你刚刚生亡孩子 月子还没出呢 他们母子都敢这样对你 如果今天讲理讲不通 他们怎么打你的 我今天就怎么打回去 儿子 你赶紧回来吧 你要是回来晚了 我就被你舅子哥给打死了 回来晚了 恐怕以后你就见不到妈了 什么 他竟然敢打你 舅子哥什么时候来的 他为什么要对你动手 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儿子 这一句两句的也说不清楚 你舅子哥今天来了以后 就开始对我动手 妈快不行了 你赶紧回来吧 妈你等着我马上回去啊 二十分钟后 妹夫匆匆忙忙地赶回家 我的好儿子 妈妈刚才差点被你舅子哥打死了 他打了妈两巴掌 现在脸还红着呢 你要给妈妈做主 要替妈妈报仇啊 谁但欺负我妈不想活了 臭女人这么快就把昨天的事情忘记了 这么快就好把伤疤忘了她 难道昨天教训的还不够吗 儿子 就是你老婆和你舅子哥两个人合伙打我的 你赶紧过去收拾他们一顿 替我出这口恶气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竟然连我妈都敢打 你看我不打死你 紧接着 妹夫又准备去打妹妹 小舅子直接上前拦住了 你这个混蛋 当着我的面还敢动手打我妹 我看你是活腻了 她是我老婆 我打她怎么了 谁让她不尊敬我妈的 整天就数她是多 我今天不仅要打她 就连你我也要打 小舅子没有防备 被妹夫突然往脸上打了一拳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把你当妹夫 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你现在还敢动手打我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说完 舅子哥抬腿一脚 直接把妹夫踹倒在地 紧接着又是一顿连环拳 把妹夫打得惨叫连连 你个混账东西 昨天你和你妈是怎样打我妹的 今天我就怎样替我妹打回去 救命啊 娘家人打人了 大家快来救命 你个老东西 赶紧给我闭嘴 要不然连你一块削 哥 快住手 不要再打了 你妹夫快扛不住了 小凡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你不是要连我一起打吗 来啊 当初你给我妹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里穷 我们家没有收你们一份彩礼 还给你们陪嫁了一辆车和一套房 最后还给你们二十万的嫁妆 当着你们夫妻创业的启动资金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和你妈竟然联合起来欺负我妹 你可真是畜生不如 你们的良心都是被狗吃了吗 妹妹 今天哥哥就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还坐着月子 他们都敢这样对你 这日子你还打算继续跟他们过下去吗 哥 我想和他离婚 然后把孩子带走 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了 行 既然我妹妹这样说了 这套房子是我妹妹陪嫁过来的 你们母子俩现在立马收拾东西 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你想得美 我大孙子可是我们老张家的根 必须留给我们 你们凭什么带走 而且这套房子当时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 要走的应该是你们 赶紧给我滚出去 好你个老东西 真是给你脸了 难道不知道这房子是婚前财产吗 就算有你儿子的名字也没什么用 老婆 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咱们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天 你就忍心看着他 没有爸爸吗 小凡 你既然说我狠 每次我和你妈吵架 你都偏向他 你妈这次更过分 居然还动手打我 你怎么就不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或者念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放过我呢 赶紧收拾东西 立马滚出我的家 明天早上明镇局门口见 妹妹 你不要担心 就算离婚了 咱们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孩子到时候爸爸妈妈还有我 我们一起帮你抚养长大 朋友们 对哥哥的做法你们支持吗 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吧